為了讓大家更瞭解風險中心 今天同樣要來對小便的老闆進行快問快答 不囉嗦我們一起來看看老闆怎麼說 請說出一件去年最讓老師印象深刻的風險事件 去年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當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的是台鐵不用馬出軌的 那印象深刻主要除了是造成很多傷亡之外 結果大家都傷心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我發現非常多的朋友 不管是民間或學界或是政府 都非常想要極力的看看是不是我們未來可以避免這些風險 然後做好更多準備的事情 讓我們的社會更安全更可靠 我認為非洲書文是一個跨界 跨國界 跨越領域 跨越問題的一個最大的風險 還有一個問題 挑戰性非常高 請老師說一個最能代表去年的能源轉型關鍵字 我很想說何能的何這個字 但是這個理由不需要再多解釋 大家都知道我們去年有一個就是共同 那不過我更想說的是風力的風 那風力發電在美人轉型當中是很重要 而去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 當然很多朋友都知道這是以後有一些困難或是挫折 但是我們也做了一些進展 我們希望今年能夠有更多往前走的機會 我覺得就是為充分的這個能源轉型溝通 包括聲號電廠 包括這個我們風險中心 去年這個問卷調查出來寫過 有高達百分之四十多的民眾 認為說何能是主要發電 這是嚴重的錯誤認識 在轉型研究中 老世界為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跟阻礙就是 我們目前還不曉得 台灣未來還會有什麼樣的困難或阻礙 因為我在我們中心的研究發現 目前在歐洲在能源轉型當中 充滿了挫折 掙扎 反動 或者是抵抗等等 那目前有些現象在台灣已經發生 但是我們發現 未來這些在歐洲或是在國外發生的事情 很有可能在台灣 但是我們目前還需要更多的能量 去挖掘這些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這是很大的一個困難 我最大的困難就是 背後要思考很多 但是沒有時間唸書 我們年輕人都很努力唸書 這是我最大的幸運 新的一年 請用一句畫像粉絲祝福 希望各位朋友們都能夠有 愉快的一年 新年快樂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加入我們 一起來做能源轉型的工作 做出任何覺得可能有的貢獻 所以說冬二星期 希望大家在未來的一年 有快樂 非常豐富 非常努力 為台灣會全球的 掌兵的一年 那我們風險中心的同仁 在一起 在此一起跟大家一起努力 那希望大家也能夠 來參與我們風險中心的活動 上我們的網頁 上我們的Facebook 讓我們的努力 跟我們的網絡越過越大 謝謝各位